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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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說什麼 我們現在要去看床啊 什麼 因為我現在在家裡睡的是沙發床 大家應該記得我先前 以前拍片後面背景做的那張沙發 它是給遮層沙發床 那個就是我現在睡的床 所以我現在背就其實不太舒服 然後我其實現在就是想要買一個 就真正的床墊啦 市場看有一個牌子 我平常都會買他們的東西 然後他們現在第一次出床墊 因為他們墊就在附近 所以我就想說順便去看一下 然後等一下要去拍那個拿手機的東西嘛 就順便帶大家一起去體驗看看他們的床 如果真的很喜歡的話搞不好就直接買 因為我真的蠻需要 各位要試試看看啦 好 那我自己的話是喜歡支撐度夠的床 欸 差不多要走 OK 好 走吧 OK 好 那這邊的大致上流程 他們剛有跟我們講說如果要試躺床的話 當然為了衛生起見啦 我們要先換一下鞋子 那這邊有他們自己品牌的拖鞋讓我們換 然後再來就可以去試床囉 OK 那它剛有大概跟我們介紹一下 那這邊床目前他們有四個不同的等級 怎麼分類的話非常清楚 上面的英文字就是HS H Pro跟S Pro 那如果從英文字面上面去看的話 你就可以去理解說H就是Hard 就是稍微比較硬一點的這種床 然後S的話就是Saw 那當然Pro的話我們就只要說 以iPhone用戶的話 我們了解Pro就是在更高一階這樣子 那我現在想試躺的話 我可能就先從比較入門版的開始 因為我怕躺的比較高階版的再回來躺 那感覺落差會太大 所以我覺得我們來看一下今天躺下去的體驗怎麼樣 然後再來決定要不要買吧 OK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H 那就是入門版的比較Fern的一點 對 比較紮實一點的版本 那你坐下去就可以感覺到說 它的支撐度是比較強 那現在你躺躺看 然後看感覺怎麼樣 感覺如何 像我自己本來是睡很硬的床 現在這個的話 我覺得它的支撐是很平均的 我是習慣測水 所以一定要測水躺躺看 這個可能很可以喔 所以我為什麼說先從入門版開始躺起來 OK 我們來躺躺看旁邊這個吧 那這款就是S 就是入門版比較軟的版本 喔 真的 它下去 對 下去的感覺就是比較包覆的感覺 這也很舒服耶 那很舒服喔 那這個就是剛才那個比喔 好難決定喔 這個包覆性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給喜歡 我睡著了 你看我就蠻好奇到底Pro版本的話會差在哪 好 我們去躺Pro版本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H Pro 所以就是 剛剛那個比較支撐力的那一款的 進階版 進階版 OK 這邊我要講到一個地方 就是它側面這邊 邊框這邊有很好的支撐力 那有時候我們其實床會常常坐在邊緣 那如果是整個線下去 或是感覺起來太硬或是太軟的話 都不會很舒服 那這個它是有一個支撐力在這邊 可是就不會是死硬的那種感覺 這個我要躺躺看 OK 如果這一款 跟剛剛的H 比起來的話 它的柔軟度 讓你感覺到你的背的伏貼度更好 可是又不會太陷下去 所以是說它比H 還要更軟嗎 應該說它在躺下去的時候 你在過了一個深度之後 它支撐度還是在 可是在上面這一層的話 它多了一個這種有包覆性的感覺 我側躺看看 不錯耶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看 S Pro 的部分 喔 OK 好 這包覆性又更好 而且你坐下去的時候 它好像 它在彈簧的部分 是兩層不一樣的 這種回彈力 其實這上面有講 就是最上面那一層是 一種彈簧 然後它在底部的話 獨立桶又是另外一種彈簧 感覺如何 這我不知道怎麼選耶 因為我覺得他們床有一個 共通性 應該這樣講 就是它的支撐力都是很平均 因為我比較怕那種床是 躺上去之後 你可能光腰的部分 或是肩膀的部分 它的支撐力是不平均的 那這種時候 像我腰有時候常會痠的話 躺那種床就比較會擔心 可是他們的床 我剛剛不管從 H 躺到S 躺到H Pro 到S Pro 它的支撐力都是很平均 就在你身體上面的支撐力 所以就不會好像 有單一個部位太塌陷的感覺 所以這樣好難選 你現在最喜歡哪一張 現在好像是這一張 好像沒躺哪一張就是變哪一張 要睡著了嗎 對 我覺得我要再多躺幾次 如果現在再躺回去的話 不知道會有什麼感覺 躺回去H跟S的話 其實蠻明顯感覺出來 他們這個層次感的差別 可是剛一躺上去的時候 就覺得他們已經很好了 好 我再躺躺看 OK 好 那現在四張都躺完之後呢 我現在最難決定的就是 我在H Pro跟S Pro 這兩張要選哪一張 因為我自己本來是 比較喜歡睡硬床 那我可能如果在來之前 我可能就會想說 那我就直接選硬的 不管是H或是H Pro 可是在我實際躺過之後 我覺得不論是S 或是S Pro來講 它都不會軟的 讓人家很不舒服 它支撐度還是很夠 所以這個就對我有一點 一改心起來 對那種軟床 好像我都不會想 嘗試的這種感覺 好 我現在就先來逛一下 看一下其他東西 然後等一下再回來做決定 看要哪一張 OK 然後這個也是我家裡有買啦 工作室也有 大家應該有看到過 那這我很喜歡 因為它在這個插頭的孔具 這邊都可以做很開 所以像我們平常有很多充電頭 不管你是蘋果的啊 或是Android的 或是那種很多孔的充電頭 你都不會怕它去卡到 這個插頭的地方 那另外就是說 它在這邊有做 比如說它有六個 那可是它是做這種直角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不用怕它互相去卡到 那它連在線的地方 都可以做這種 兩個不同的90度去折它 所以在擺放上面 就有很多的這種泛用性 那他們剛說 他們現在剛推出就是 增加了USB Type-C 還有Type-A的充電孔在上面 它最高支援到65W 然後就在這邊 它剛好拿來給我看 OK 好 那我現在就決定好 要買哪一張了 現在就先來訂購 那到時候我會睡一段時間 然後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睡這段時間的這些心得跟感覺 那我們就先來付錢吧 好 謝謝 好 那我們現在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睡這個床 我來算一下 從10月20幾號到現在 應該有一個月又 一兩個星期左右的一個體驗 然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後選擇的是哪一張床 那我最後選擇的呢 其實就是H Pro跟S Pro 對 我就買了兩張 那我平常自己在家裡睡的 我是使用H Pro 然後在工作室這邊呢 我們擺了一張S Pro 有時候可能要這邊比較長期工作啊 像是我們先起熱門檔期的時候 可能就至少有一張床 中間要休息的時候可以睡一下 那為什麼後來選擇這兩張Pro的版本 其實就是有一個心態 覺得說如果我今天沒有選到最頂級的 好像感覺起來 事後會一直會去回想說 我當初會不會加點錢 然後就買到更好的版本 但是尤其我後來有再回去試檔S跟H 然後我的感覺是以那個價格定位 其實就已經好上一般的床墊非常多了 只是我的心態是說 我一張床可以睡個十幾年嘛 那我其實也那麼久沒買床了 那我就唸一下就買一個比較高階的版本 可是其實你仔細去看它的價格定位 跟外面很多那種更高規規定 我睡起來要達到這種感覺的床墊 它相對起來還是便宜非常多 然後它又是台灣設計台灣製造 這感覺就多了一個安心感 那你自己的話我個人建議是 當然是最好還是有機會還是去試檔看看 可是如果你覺得 你今天就是很確定說 你就是比較喜歡Q軟Q印的 這種床的版本的話 那其實H或H Pro都會非常好 但其實在我先的影片也有講到 如果你是喜歡睡軟床 可是同時你又怕說它的下陷會太嚴重 讓你腰不直的話 其實它的S跟S Pro 都還是有非常好的支撐性 那當然最好的情況下 就是你可以先出去躺躺看 然後再來訂購 好那現在在睡了這個床墊一個多月之後 因為我覺得也是要經過一段時間的測試 就是真的去睡看好不好睡 才能推薦給大家 那我個人到現在 我覺得真的是滿有信心 把這個東西推薦給大家 那所以呢 我們也特別跟Unipapa合作 一個特別的優惠給我們頻道的觀眾 就是你不管在網路上購買 你可以輸入這個折扣碼 或者在店裡面 你可以輸入這個折扣碼 Apple DED Apple Dad的話 那你就可以免費得到一組 這個有序言長線65瓦的快充版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在店裡面 有看到新推出的這一款 就當初其實都還沒有正式上市 那我個人覺得是一個滿好的優惠 因為我自己也很喜歡這一款延長線 那這我當初在買床的時候 其實也還沒有這樣的優惠 這個真的就是一個滿特別 給我們頻道觀眾獨有的優惠 好那如果你對這個床墊有興趣的話 我會把相關連結折扣碼 還有這些資訊都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還有留言區置頂 有需要的人可以再去參考囉 OK 好那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是蘋果爹 我們下支影片見 Bye